哈喽各位各位我是Ringo姐姐来这里一站试吃瓜 大S王小飞系列我打算先跳过大S的艰难怀孕时直接先讲大S离婚事件 2021年4月份王小飞跟朋友吃饭喝酒中途和女主播连线直播 王小飞的朋友说出了女孩的真名还说在成都和她一起喝过酒 后来她消失了很想念她中途被女主播断开连线 之后王小飞回家躺在床上又开直播 让粉丝不要去骂女主播两个人见都没有见过 却因为她没有穿好衣服被平台关掉了直播 之后她又上线骂平台问为什么盖着被子不能直播 网友们都让她注意形象 第二天早上王小飞酒醒了就开始道歉 说自己喝多了放飞自我 连麦的主播是随意点开的 没有见过也不认识 虽然三不五时有大S和王小飞的离婚传闻 但真正被当事人承认离婚意向的时间是从2021年6月份开始的 我做过一期详细的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连接会放在这里和简介里面 内容包括有王小飞深夜暴粗发文 然后改来改去修改脏话 第二天马上对自己的失言道歉 而大S突然说离婚手续再办了 女方的母亲徐妈妈回应 女儿只是说气话 而王小飞的妈妈张岚则在直播带货 并且回应两个人不会离婚的 直播中途还有疑似王小飞的人敲门 让张岚别说行吗 张岚还点赞了说大S不太好的网友评论 Drama详情请大家直接看这一集 那既然提到了点赞 不如 9月份王小飞到台北和妻子孩子团聚 她解释没有要离婚 10月中旬王小飞回到北京 传闻这一次两个人是要商议离婚的具体事宜 10月底王小飞把其中一个社交平台的简介 改成了小岳儿她爸 并且删除了所有关于大S的内容 11月5号王小飞发文称 今天是10月1号 自己的本名叫做汪绍飞 文中写的日期就不对 是不是又喝酒了 以前在节目当中她也说过 自己本来叫做汪绍飞 被户籍登记人员听错为汪小飞 之后母亲张岚在直播里面回应 绍飞绍飞就是让儿子少飞一点 以前每周坐一次飞机 结婚后飞了700多次 当model的担心儿子会出事 张岚的这个回应似乎是借题发挥 表达对儿子维持两地婚姻辛苦的不满 几乎是同一时间11月初大S向法院诉请离婚 调解协商之后孩子抚养和9亿台币财产 也就是2亿人民币的分配问题 主要的资产包括价值6亿台币的几处豪宅 以及王小飞的台北酒店S Hotel 两个人的离婚案只开庭了一次 双方就签下了协议 11月22号大S王小飞发布共同声明 宣布和平解除10年婚姻 孩子还是共同抚养 并没有说明离婚的原因 也没有公布财产分配详情 大S则回应媒体 自己的心境平静 也祝福王小飞能够找一个更适合的伴 并且说离婚的原因是聚少离多 本来以为离婚事件到此为止 但是12月16号 记者拍到了王小飞 深夜在车子里面见一个长发女子 之后两个人回到了王小飞的住处 同时有网友爆料 王小飞婚内出轨女主播张盈盈 说明一下 这个女主播跟开头的那位不是同一个人 这已经不是王小飞张盈盈 第一次被拍到同框了 6月份 也就是大S首次说离婚手续在办的时候 两个人一起离开酒吧被拍到 张盈盈自己也发过 穿着同一条裙子的照片 而王小飞的母亲张岚 也得知女方的存在 9月份张岚还和张盈盈 一起在旅游景点合影 这次是母子 张盈盈三人同游 11月底 网友拍到王小飞在三亚的酒店 泳池边 正准备与某女子见面 发现被拍马上转身离开 网友还说 王小飞离婚是因为被张盈盈 以爆料相逼 而且张盈盈还发现了 王小飞给其他女子 转钱的事情 在群里面大骂王小飞 跟王小飞的画风很像 她也是脏话不断 对话当中 老张跟小汪说 给别的女的转八万是吧 跟我说没关系是吧 你X是个男人吗 我告诉你王小飞 你X大S知道吗 你那边哄着 这边哄着 王小飞还当着所有朋友的面 保证以后再也不和 不认识的女人联系了 老张则说 自己跟男方一起后 伤身体又伤心 那这个伤身体是什么意思 大家也可以自行理解 而王小飞则回应 自己只是有一次 约了两个女生 打高尔夫吃了饭 网友更加晒出了 王小飞和张盈盈 戴的同款项链和手链 张蓝也和张盈盈 有同款项链 还有王小飞和张盈盈 在海南度假的合照 张盈盈还曾经在 大S王小飞北京婚房里面 直播过 这个蓝色条纹椅子 后面的窗帘 还有水族箱的背景 都跟王小飞 大S北京婚房的装潢 完全相同 为什么王小飞 还没离婚 张盈盈会去 王小飞家里面直播呢 12月18号 王小飞发声明 斥责不实言论 并且要求网友 停止造谣 而在大S系列视频的 第二集里面 我说过跟王小飞 曾经有过 极度骂战的 好朋友王思聪 可能比较忙 还没来得及开骂 果然 王思聪这一次 就下场评论说 王小飞居然死鸭子嘴硬 并且附上了 更多的群组聊天记录 还是有很多爆粗 还是老张说的 不和其他女人联系 不是应该的吗 你在S那边什么样 我太清楚不过了 之后王思聪又删掉了发文 反倒是当事人 大S这一边 维护了王小飞的体面 他说 一切都过去了 我珍惜当下 并没有再说什么 捶王小飞 12月25号 爆出了王小飞 和一名女子 同车回家的照片 王小飞又在深夜 爆粗发文再删除 这些都已经是 他的常规发文习惯了 他问哪个照片 拍到张女士了 还说离婚后 他没有说过一句 大S的事 并且大骂粉丝 最后强调他和Dice 是和平分开的 但是他并没有说 他跟张女士 完全没有关系 只是说没有被拍到 我突然在想 明明都会被截图 那为什么非要发文 再秒删 要么你就发紧 自己可见 要么你就直接发出来 留着 敢说就敢留着 对吧 总是发文又秒删 是为什么呢 是冲动 还是喝多了 还是其他的原因 有没有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 帮我分析一下 秒删派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另外 如果一个男孩子 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 就是爱喝酒 你可以接受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意见 王小飞妈妈张兰 则在自己的直播间里面 回应网友发问 张盈盈是谁 她直接回怼 是你 和找律师告你 几天之后的12月28号 记者派到张盈盈 进入王小飞的同一个小区 换好衣服之后 出门跟朋友吃饭 饭后再回到了 王小飞住的小区 那既然都可以换衣服了 那起码是带了一些行李 过来住了 目前大S离婚事件的发展 暂告一段落 很多人会拿大S和李静蕾 针对离婚的态度来比较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可比性 还是别劝大师 过得刚的那句 未经他人苦 磨劝他人善 你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之后我会补上 大S王小飞感情史系列的 第三集艰难怀孕史 我是温哥姐姐 走之前不要忘记点赞 关注评论转发 那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